文山国中在暑假期间举办运动产业大师讲座活动 首场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刘宗翰主讲 运动教会我的事 演讲内容相当丰富 也让在场同学和家长都有了满满正能量和收获 文山国中规划一系列运动产业大师讲座 在暑假期间将举办五个场次 首场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系刘宗翰博士 演讲主题为运动教会我的事 文山国中体育组组组长邱婉婷表示 这次邀请的主讲者都是在运动产业中的优秀人物 希望透过讲座活动能够让学生和家长 对于运动产业有进一步的认识 也能够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 很多部长学生后我们都发现他就是往保险啊 或者是房地产 对然后不然就是消防警察 可是其实我们以我所知 就是我们运动的产业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为什么都留不住人才 反而是外领域的人进来 但是我们自己领域的小孩都就是都往外流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原因 所以才会想说把身边有的资源都带进来 刘宗翰博士目前在知名运动品牌担任副协理职务 他从学业职业智业方面说明运动是如何在他的人生中伴随自己 并且从运动当中学会如何去面对挫折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进而成为往前迈进达成目标的动力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最好的训练 因为你可以从一次一次一次的这个比赛的经验里面去累积 然后让自己找到一个怎么样学习能够去面对比赛 解读比赛 然后对掌握比赛 甚至最后到能够享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所以我觉得运动可以带给孩子们的是 是很好的一个能耐力跟挫折跟韧性的一个训练 在讲座活动中刘宗翰博士还以从0到1的时间路程 以及自我成长四步骤等等 和在场文山国中同学分享 勉励大家透过对的方式从运动中学习 让自己可以达到目标与梦想 旧同学表示听完讲座之后 知道自己该如何修正态度和时间管理 也有人说之前比赛输了都很失落 现在知道该怎么自我调整 要正向思考 然后勇敢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用喜欢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然后不要放弃 试验管理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 以前没有试验管理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我的训练 也会让我功课变得不好 另外刘宗翰博士也建议家长 可以多多倾听陪伴支持鼓励共学 与孩子在运动中一同成长和共享 我们家长能够给的就是从旁协助 让孩子能够去找到他的梦想 或者是他的目标 然后我们从旁去给他鼓励跟协助 跟支持跟陪伴 然后最重要就是跟着孩子 一起一起体验运动共学 怎么样一起去从运动的过程中 一起培养亲子的感情 一同来听讲座的家长们 也把握了机会提问 像是该如何协助孩子走出低潮 如何调试心态等等 两个小时的演讲内容相当丰富 让孩子或家长对于运动这件事 有了不同的体会和看法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